6月22日,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边境地区举行了第二次军长级会晤 这也是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军长级会晤 此次会晤的举行表明中印双方希望通过对话、磋商、妥储分歧、管控事态、缓和局势 会晤期间,双方在第一次军长级会晤共识的基础上 就当前边境管控中的突出问题,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同意采取必要措施,推动事态降温 双方还同意将保持对话,共同致力于促进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